哈囉大家好 我是Cindy啦 今天影片又是我收集了非常非常久 終於能夠跟你們分享的空空賞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完全沒有業配成分 完全沒有合作成分 全部都是我就是真心真意吧 全部都是我真的用力自己用完的東西 我雖然喜歡嘗試新的東西 但是有些我自己用完覺得很好用的 我就會一直用 一直用 一直買 一直買 雖然說能夠被我用完的東西 我覺得一定程度上面 都是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但今天影片呢 我會每個東西講完之後會跟你們說 我會不會回購 以及我給他們打一個分數這樣子 首先第一個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什麼 來 面膜狂人 沒錯 我自己平常晚上最喜歡敷的面膜就是這個 尼盡絲的超爆水面膜 那這個其實我自己每一次回台灣 都一定會去買補貨 甚至我現在櫃子裡面還有兩盒 那全部都是我自己買的 這個超爆水面膜呢 香港應該也可以買得到 但可能稍微會貴一點點 不過我真的認真覺得 它是我用過最服貼 就真的是很像第二層肌膚一樣 黏在你的皮膚上面 覺得它的精華相較來說沒有那麼黏膩 因為我很不喜歡有時候 那個面膜撕下來之後 皮膚會黏黏的有沒有 敷完之後皮膚會覺得很舒服 有點涼涼的很清爽這樣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非常 我自己是一個忠實粉絲這樣 我個人試了很多日本跟韓國的面膜 但是其實到頭來我自己最最最 目前用到最喜歡的 就是這個尼盡絲的超爆水 另外我也用完一盒 這個是他們寄給我的公關品 是這個A唇的面膜 那它是For鬆垮顯老肌 就是我 那它基本上就是延續了 那個非常服貼的面膜質 不過就是在功效上面 我個人是沒有什麼太感受到很明顯的差異 這兩個相比的話 我應該會回購這一個 所以這個我給9分 然後這個我給7分 另外呢我也用完了這個Serenia的 Softly Brighting Mask 還有這個A.I.O的面膜 那這個是Serenia他們自己研發的 那我一直都很相信 它在研發產品上面 就是付出的心血 就是以我對它的認識 我是很相信它研發出來的產品 所以如果你有去做一些 比較高強度的Treatment的話 我覺得這個 它的舒緩效果很不錯 這個的話我還蠻喜歡的 我給它8分 這個A.I.O面膜 有點小小驚豔到我 因為它裡面的面膜設計 跟平常不一樣 它是會有一個 怎麼講 它的面膜有很特別的 叫做壓力區的這個結構 你們有看到嗎 它在鼻翼這一邊 比較容易缺水的部位 它會有一個 加強的 綿... 綿... 墊 總之你敷上去會覺得那邊 是特別緊實 然後吸收更多精華的 我自己也真的是還蠻喜歡這個面膜 所以我應該會給它8分 然後這個 我如果那段時間 皮膚不穩定的話 我應該也會回購 Milk Touch的 Daily and Quick Soothing Mask 然後我甚至還開了團購 它的面膜其實相較沒有到那麼貼膚 但是呢我覺得它的精華量 跟它那個精華舒緩的那個效果 早上起來用完一片那個 即時舒緩的效果非常好 而且它我印象中也沒有到很貴 所以你一盒可以有30片吧 就一盒用一個月這樣 這個我真的超級喜歡 所以我給它9分 然後我會再回購的 那下一個來講 也是一個老朋友了 就是這個 阿里有的卸妝棉片 它裡面應該是卸妝油吧 對 cleansing oil pad 這個也是上次的空空賞裡面已經有講過了 然後自從上一次之後 我又用完了4盒 那個也是我去韓國一定會回購的東西 我給它滿滿的9分 這個也是他們家的cleansing tissue 那這個相對來說我就覺得我沒有那麼喜歡啦 雖然說它卸妝裡面的那個成分應該是一樣的 但是我沒有很喜歡它的那個卸妝筋 用的時候我會覺得它沒有到非常的細 就有時候用力一點點擦 會覺得有點痛會泛紅那種 怎麼講我會覺得我用它的時候 會感覺只卸到很表面的那個髒污的感覺 這個呢我應該給個大概4分吧 然後我也回購 卸妝呢還有一個Bepista的眼唇卸妝液 這個也是之前提過非常好用 絕對會回購100分 再來我們很快帶到一下銀眼 那銀眼我大部分都是戴All Lens的 那我剛好有留下來的盒子呢 我剛剛檢查了一下 剛好都是glowy natural的 這個是我最近的新歡 我自己最近最喜歡的 就除了Vivirine之外 就是這個glowy natural 然後還有我今天帶的叫做double tint 這幾款也是我會給到八九分 然後我一定會回購 因為影星眼鏡嘛 它就是一個消耗品 好那我們卸完妝 我們就來洗臉 洗臉的話我現在手上有兩個 我用完了整整兩罐 這個是AD Plus 然後這個是Current 他們家的這種泡泡洗面乳 那這兩個很有名 就是他們對於敏感肌都是很友善 這兩個在我身上都還算蠻OK的 就是有做到他該做的事情 但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我自己更喜歡AD Plus 它的那個泡泡在我臉上的感覺 就是在洗的時候 我喜歡它那種比較厚實一點的 泡泡在我的臉上 好像包住我的皮膚的感覺 不過這兩個都非常溫和 洗完也不會有那種緊繃的感覺 所以要講的話 我AD Plus這個會給到九分 然後這個的話我應該會給到七分 因為在我身上它就是 就是無功無過吧這樣子 還有一個快要被我用完的是 這個Esob的Facial Cleanser 我記得那個時候店員跟我講說 它是一個不太會起泡的洗面乳 我個人啦 就是個人preference來說 我喜歡有泡泡的感覺 所以我相對來說對它比較無感 但是我個人很喜歡Eso他們家的Skin Care 尤其是他們家的那個精華 我覺得很好用 不過如果你不介意說它沒有泡泡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裡面的成分 我是還蠻喜歡的 就是也是洗完之後會覺得很乾淨很舒服 以Eso家的Skin Care是真的可以去關注一下 只不過這個Facial Cleanser的話 我應該就不會再回購了 所以這個的話我應該就給到五分吧 接下來呢我們洗完臉呢 我們要洗什麼 洗身體跟洗手好不好 我這邊呢 是整整用完了一整罐的Temperance 它的這個000味道的Hand and Body Wash 它是有一點點煙燻木頭 我剛剛差點要講煙燻石頭 但是好像有點貼切 對我已經用它用到完全擠不出來了 這個我平常是拿來當洗手乳 然後我用了大概超過一年 才終於終於把它用完 我是覺得這個如果擺在家裡的話 就感覺喔你知道還蠻文青的 蠻好看的這樣 它的話呢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味道 所以我應該是會再回購的 然後我給它8分 墨浴乳的部分呢 我用完了兩個 那首先講大的這個是 Esob家的Body Wash 它是Citrus Melange Body Cleanser 這個是真的比較偏草本味道的 所以如果你喜歡Esob家很著名的那種 草本自然的味道 你應該就會喜歡它 因為我非常喜歡一手他們家的 墨浴乳 然後Ean 甚至在美國也 特地去買了一罐 這個放在家裡 所以 Yeah 這個我也會回購 但是我個人更喜歡他們家 另外一個墨浴乳的味道 應該不會再回購這個味道了 But yes 我剛剛給它打過分數了嗎 7分吧 這個味道的話7分 另外呢我也剛剛用完了一個 這個Jo Malone 這個好像是去年那個聖誕年曆的時候 開出來的一個最經典的 海鹽跟鼠尾草的味道 這個的話我自己應該是不會再回購了 因為如果大家只是喜歡它的味道而去買它的話 我是覺得有點貴啦 對 但是呢如果你想要送人家一個小禮物的話 我覺得這個收到的人會還蠻開心的 我不敢相信我才三個月又會有頭髮的空空傷 頭髮的話第一個是我上一次的空傷有提到 然後我也剛好有開團購的 Nelo Rosy Night系列 我目前用完整整兩瓶的精華素 然後我的洗髮乳也差不多快要見底了 快用完了 這個我也有在上一次的空空傷有提到 為什麼我會喜歡它 包含它的味道啦 跟它這個護髮素在頭髮上面修護的效果 我都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尤其像我這樣子就是非常細軟髮 平常會做一點造型的 我非常喜歡這個護髮素 這個Rosy Night系列呢 我也基本上用完了一整罐的髮油 不過這個髮油我用了非常非常久啦 應該也是用了有一年多吧 才快要見底這樣子 By the way 現在是夏天嘛 然後他們家還有另外一個系列 其實我也非常喜歡 但是我放在台灣 就是他們家的Line Sundae系列 那個就是聞起來會有這種煙燻檸檬葉的味道 然後非常清爽 就是你這樣洗完之後 它會有這種頭皮的磨砂感 跟一個清涼感 讚 另外一個也是之前我有合作過 然後我也是認真的把它從頭用到尾的 就是這個Hair Recipe他們家的 綠茶跟柚子系列 這個系列真的超級適合天氣熱的時候用 就是非常的清爽 就是洗完之後你會覺得頭皮非常的乾淨 然後是用這種淡淡的綠茶柚子香 Amazing 一般的髮膜通常都會說建議用在髮尾對不對 但是這個髮膜它是可以清爽到一路到你的頭皮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非常好用 非常非常喜歡 我老實說我現在這樣看它 我能夠把它從頭一個人用到尾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這兩個是我絕對會回購的 髮膜給它7.5分 然後這個西發露我給它8.5分 既然講到髮膜了 我就順便提一下這個好了 Treatment EX 這個我之前在韓國的戰力品記得嗎 我有Mention過一次 因為聽說它很好用啊 效果效果非常的好 我也跟大家講說 我可能要試一下之後再跟你們分享心得 這個呢我可能要逆風一下好了 就是我自己其實之前非常的期待用它 但是我後來發現可能是因為我的頭髮實在是太細又太少了 所以這個相對來說它是一個比較厚重的一個髮膜 所以我覺得會更適合那些頭髮很多 又很粗很硬 然後可能有一些受損的 你看到那個效果會更好 在我身上因為我頭髮實在是太細了 所以其實是有一點點厚 然後效果可能跟我用其他的髮膜的感覺是差不多的 對但是多了一點點的厚重感 雖然說我在網路上面非常多人喜歡它也很推它 甚至呢他們最近就是宣布了代言人是誰 King Mingu 所以不管怎麼樣我都還是想要分享一下 在我身上我可能給它個四五分吧 應該是不會再回購了 如果要真的回購可能就是去支持一下King Mingu吧 再來呢就到我們最喜歡的Skin Care了 我們先講精華水好了 這個Estée Lauder的Micro Essence 其實我還沒有用完的大概還剩這樣子 不過因為想說我下一次拍已經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 所以我就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如果我今天皮膚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話 我可能早上先用它再加上精華跟乳液 它就是一個非常好的Base 你想像它就是一個非常默默的做好自己本分的 甚至沒有什麼太大存在感的朋友 但是你沒有它又會覺得 哎呀怎麼好像哪裡不太對 這個的話我覺得如果它有打折像是週年慶什麼的 我應該會入手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非常穩定發揮的一個朋友 我應該可以給它一個七分吧 下一個這個HOLA的BA化妝水 那這個是我從去年開始就認識到 我覺得哇真的是有點 我怎麼沒有早點認識你的那種寶藏品牌 BA這個系列是最有名他們就是抗糖化 就是我們每天可能吃東西也好 或是到外面走動也好 加上年紀越來越大 我們能夠代謝的那個速度會變慢嘛 所以它皮膚糖化的狀況就會越來越嚴重 那糖化會怎麼樣呢 就是讓你的皮膚看起來就比較 就是黃黃的很暗沉這樣子 用完之後你會感覺你的皮膚那種 暗沉暗黃的感覺會開始變得比較亮白 但是那個亮白不是說你從黃色變到白色 它有點像是把你臉上多餘的那些雜質 就是洗掉的感覺 讓你的皮膚感覺從裡面透出多一點點白透的感覺 我自己是蠻喜歡他們家這種 就是低調做事的品牌人設 他們家的東西其實產品的單價不低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譬如說你有預算的話 你可以去考慮試試看他們家的產品 這個的話呢我會給他8.5分 然後我是自己願意花錢再去回購的 再來很快的帶過 這也是非常的老朋友 一個是Estée Lauder的Double 差點很Double Wear Estée Lauder的A&R 然後這個是Lancone的小黑瓶 這兩個都是我一直一直有在用的精華 我個人啦是覺得他們每一年的週年慶都會 有特別特別多的套著個優惠 所以大家如果想入手的話可以撐 那個時候會比較划算 應該也會給到8.5分 然後也是我自己會願意花錢再去回購的東西 很快帶到一個Cream 就是這個Torridan的Dive In Soothing Cream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我還沒有用完啦 不過也用的七七八八了這樣子 這也是最近一兩年在韓國非常非常紅的一個品牌 我個人非常喜歡他們家這個藍色的精華 還有這個Cream 就是我沒有到那麼喜歡他們家的面膜 就是不知道 這個Cream呢有一點點remind我 就是Believe他們家有一個Water Balm Cream 但是我印象中它應該便宜很多 所以我個人還蠻推薦大家如果去韓國玩的話 可以多帶一罐這個回來試試看 因為就是其實還蠻便宜的 夏天用非常的舒服 這個Cream我應該會給到7分吧 用完之後我覺得我會再回購 再來呢是這個台灣的品牌叫做簡單 這是他們的簡單高效復活精髓 Powerful Recovery Concentrate 這個是有點像是護膚油的概念 就是它雖然是油或是比較滋潤的質地 擦上去之後你這樣子按摩按摩 它會讓皮膚整個把東西吃進去之後 你的皮膚是不會感覺到油膩的耶 然後我覺得它是可以把我Skin Care裡面其他可能偏保濕的保養品 會把它鎖住的感覺 就是有點像 它會這樣來來來來來你們都過來 然後就把它圍在一起 然後上鎖這樣子 我應該會給它到8分吧 然後我也是會願意自己再花錢去回購的 推薦給大家 是一個台灣的品牌 支持台灣 MIT 那makeup的部分我主要就講氣墊粉餅 就是有這三顆 是Estée Lauder的Chong Sun Mour Makeup Forever的HD Skin Cushion 那這三個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它擦上去之後都屬於比較光澤奶油劑的 也是什麼 是本人喜歡的妝感 這個我上次拍過reels跟大家分享的 你們可以去看那個影片的妝效 我就不再多說了 這個也是之前提過很多次的Chong Sun Mour的氣墊 也是我真的是ride or die吧 so far還沒有任何的cushion可以超越它在我心中的地位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這個cushion 這個makeup forever的是 我覺得如果你沒有到那麼喜歡 可能很奶油很光澤肌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它 它是還是有帶一點光澤 然後如果你的底保濕度的足夠的話 它還是可以做到像是奶油肌的效果 然後這個是我有一次用完 然後被林昌仁跟我講說 哎呀你的臉好像一顆雞蛋喔 暖雞等級 就是跟蛋的蛋殼表面一樣漂亮啊 無瑕 妝效非常的好看 那Chong Sun Mour這一顆我是絕對絕對會再回購了 我已經回購了至少四五次了 這兩顆的話 這個我會給7分 這個我會給8分 這個我會給9分 再來下一個呢 其實我還沒有用完 但是我也不打算用完了 就是這個Laura Mercier的 Translucent Loose Setting Powder 我在大學的時候非常的喜歡它 因為那個時候整個網路上面 全部都在講這個setting powder 就好像只要你要化妝 你就一定要有一罐這個的感覺 我沒有到非常喜歡它在我身上的妝感 可能因為我現在比較喜歡 可能更輕透一點 或是帶有一點奶油肌跟光澤的妝 那它的話上上去是整個會變得比較偏霧面 而且我覺得沒有到完全的Translucent 就是還是會有點顏色 你蓋一層上去之後 你是可以感覺到它有增加你的coverage的 我自己現在沒有到那麼喜歡這樣子的妝感 所以我應該只會給它個3分吧在我這裡 然後我也不會再回購了 再來呢 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燒完的蠟燭們 首先燒完了一個這個 Jo Malone的Lavender & Moon Lover 兩個人在沙灘邊看海 吹著海風 然後看月亮跟星星 不得月亮跟星星不會並存的那個感覺 這個味道我覺得比較中性 或是我覺得蠻適合男生的家裡擺一個的 然後再來呢 我還燒完了一個這個Lave的蠟燭 它的名字叫什麼 Jupiter Juju Juniper Berry 我不知道那時候在想什麼 我就是覺得它的這個 它這個容器非常的漂亮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一頭熱的 我就買了這個蠟燭 這兩個在味道上面我都給它5分吧 然後我應該是不會再回購了 再來呢 我還燒完了一個Jo Malone的這個Rose Blush Candle 然後它是一個非常subtle 非常舒服的一個玫瑰味 所以這個的話我會給它8分 然後我如果它還有再出的話 我覺得我可以入 我應該會再回購 再來這個也是 感覺有在海邊散步的感覺 但是呢稍微再溫暖一點點的味道 我個人更喜歡 就是這個Temperance的 好像叫做Bathers by the Lake還是什麼的 有點像是你去度假洗完澡之後 跟你喜歡的人手牽著手在海邊散步的感覺 就是這個味道 OK 我之前已經有買過這個味道的香水 然後也噴完了 然後我就是再買了一個蠟燭 然後又被我燒完了 所以 如果大家有去韓國的話 可以去找一下這個味道 是我 就是近期很著迷的一個味道 再來呢 兩個是我絕對會再回購的 我之前已經分享過給大家的 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歡的一種 煙燻木頭味 是什麼呢 B Candle的這個Sandlewood White Barn的Fireside 這兩個我應該都至少有回購了到第三次吧 點它的時候家裡會覺得好像有在燒柴火 然後是一個非常溫暖 非常cozy 然後非常療癒的味道 Fireside的話應該是只有冬天的時候才會出 然後這個B Candle的Sandlewood是應該一年四季都會有 這兩個我都給它9分 然後絕對會再回購 再來是一個Barredo的蠟燭 它的名叫做Bohemia 它其實是一年之前就是求婚的時候 在酒店有點了這個蠟燭就是擺在旁邊這樣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你們沒有看到也沒關係 但反正它是 它那時候為了Proposal所以特地去買的 有點煙燻奶奶的木頭味 然後帶有一點甜甜的果實香 這個味道的話我應該可以給到8分 我沒有辦法確定它的性價比有多高 大家能夠接受這個價錢的話 蠻值得去聞聞看的 再來呢 有個被我燒壞的一個小蠟燭就是 也是Jo Malone的English Pear 那這個就是大家都已經知道的味道 不過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個人更喜歡英國梨子 就是作為香水 因為我覺得它做香水更可以表達出它的性格 跟 就是 所以我應該不會再買英國梨的蠟燭了 可是我會買英國梨的香水 很快講兩個我用完的香水 就是這個Chanel的Chance 也是我人生中買的第一瓶香水 它是一個甜甜充滿少女心的味道 這樣算起來的話我應該也持續用了它 可能有10年了吧 以上呢就是我最近這三四個月非常認真的用 然後非常努力的收集而來的這些空空賞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是老朋友啦 有些是新朋友 有一些我會再回購 有一些我不會 當然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每個人心裡可以自己有一把尺 雖然說我喜歡的東西你們不一定會喜歡 我還是會想要把我喜歡的東西分享給你們 這樣假設你們真的去用了之後也很喜歡的話 那我還蠻開心的 那我最近也在想要怎麼就是revent我頻道的內容 可能除了vlog之外 是不是有多一些比較實用性的影片 如果有哪一些你用過也覺得很好用的 或是你覺得啊我用過什麼東西更好用 也可以留言在下面 我們就是大家一個開放的交流時間 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